Amanda老师 我们就来看看 什么样星座的男人 不管到几岁都是妈宝 真的 讲真的啦 星盘当中我们还是要 综合整张星盘来观察 才能下定论 这个人到底是不是妈宝 但是如果从一个男人 星盘当中的月亮 跟上升星座的话 我们可以先粗略地 观察出某些特质 为什么呢 因为月亮是我们星盘当中 跟妈妈这个角色 最有关系的一个行星 我们跟妈妈的互动怎么样 我们怎么看待妈妈 所说的话语都跟月亮有关 还有上升星座 这两个部分来观察 首先第三名 有落在摩羯座的男生 因为呢 母命是虫不敢违背 通常月亮是摩羯座的男生 他会觉得他的妈妈 是非常严肃的 从小可能就是军事化管理 说一就是一 说二就是二 所以他从小就养成 这样的习惯 不敢违背 比方说可能很小的时候 妈妈就说 那你出去跟同学 出去看电影去玩 一定要十点回到家 他只要晚个五分钟 可能就被妈妈毒打一顿 所以呢 他可能从小 有这样的一个习惯 就算日后谈恋爱 或者是出了社会之后 他还是不敢违背 妈妈当初下的 这个回家的规定时间 或者呢 结婚有小孩之后 妈妈就说 妈妈只是轻描淡写说 你最好周末都把小孩 带回来让我看一看 他内心是不敢去 反抗妈妈的这种意见 就算他跟他的老婆 想要自己带小孩出去玩 他想到妈妈说 要我把小孩带回家 还是会乖乖的 照着妈妈的命令做的 那另外有一种摩羯座 他的心态是 因为妈妈是比较严肃 比较从小 他觉得我跟妈妈之间 我缺乏妈妈给我的爱 所以呢 他希望透过听话这件事情 来让妈妈爱我 所以到他长大之后 他一样不会去违背 任何妈妈的意见想法 会成为一个 很听妈妈话的妈宝 那么第二名呢 有落在处女座的男生 因为妈妈是一个 万能的妈妈 所以他也会成为 一个听话的孩子 处女座的 月亮处女座 他的妈妈其实是那种 可以帮他日常生活 什么事情都打点好的 所以从小这个男生 他可能就是 我根本不需要 这个烦恼明天要穿什么 我只要早上起来 张开眼睛 妈妈我还在闭着眼睛 好了坐在床上 妈妈就会帮我把衣服穿好 袜子穿好书包便当都准备好 我只要这样走出门就可以了 造成他会在 这个生活的这种 自己打点的这种能力 是非常差的 然后呢 他会觉得 他的口头禅就是 什么事情 等我问一下我妈妈 这是他们的一个口头禅 就变成他们长大之后 会比较成为一个 没有主见的这种 妈宝型的男生 所以在交往的时候 他如果讲说 我要问一下我妈妈 就知道了 大概就知道了 你就明白 那你还要不要继续交下去 那也就你自己决定了 对 就是一个成年男人了 他如果常常讲出 如果大事说问妈妈 这是很合理的 他时常说 我问一下我妈 我问一下我妈 这就要 真的要小心了 如果条件真的很好 那怎么办 那你就有心理准备 你愿意接受 怎么讲 你愿意去追求这样的条件 你就要付出一定的一个代价 要有心理准备 对 好 第一名呢 是在巨蟹座的男生 巨蟹 因为呢 从小习惯母亲照顾 我们讲 月亮巨蟹或上升巨蟹的 这个男生 他的妈妈 他跟妈妈之间的关系 是非常亲密的 妈妈从小对他是 非常非常的呵护跟照顾 而且呢 这个妈妈 他的这种 自己的母亲的这种 可能料理的习惯啊 生活习惯 都会让这个男生 他日后选择对象的时候 会要找一个像妈妈一样的人 比方说这个巨蟹男生 他的妈妈可能这个 从小在煮菜 做汤的时候 都喜欢加一点香油 他就会觉得 我的老婆 一定要做出这样的口味 这才是一个及格的老婆 再来巨蟹座的男生 他的妈妈 有个很特别的特质就是 不管这个男生年纪多大 他母亲永远会觉得 这个人是我的小孩子 所以会有点像 刚才惠子律师说的 其实那个婆婆的角色 他会觉得 这个都是我的儿子 所以他一切都应该要听我的 好 所以呢 那这个男生 当然我就很习惯 从小听妈妈的话 所以我不会想要去反抗 会变成 什么事也都听妈妈的 所以巨蟹座男生 他会有一个口头禅 就是什么事情 他都会说 我妈说 我妈说什么 这是他们很明显的一个特征 所以他们会是这个 妈宝排行榜上面的 第一明星座 提供给大家参考